我们来观战一把目前榜一人黄六臂的机球手 他还是S1牛仔 不是你又怎么有这么多S1的 也就是说 现在这双排的两兄弟 六臂加上公主 他们手里面有四个S1的牌子 这边富兰是S1教授加S1记者 这边S1机球手加S1牛仔 这两个人霸的有点多 面对的是皮皮的邦邦 这个阵容打邦邦 我觉得 我也不想觉得了 我本来想说这个阵容应该是比较难去赢邦邦的 然后邦邦想要赢这个阵容也不容易 所以最终可能会双方打成一个平局 我目前的一个感觉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阵容你说上来抓教授啊 抓个邮差 我觉得全者这边 比如说一波没救好 打存双倒 有可能要出现一个被多抓 但是抓个教授 这教授不太可能前期那么快被你击倒 这个教授是什么呢 这个教授是飞轮 而且自能扛一炸 再加上有壳 飞轮往前顶 这边拍板子 这教授你要炸三下 然后打一刀 这一刀还要面临壳 来进度给他接受手 会不会保一手 这个时候其实接受手不要 不要考虑这个教授 要考虑自己 先确保自己的安全 为什么呢 你这边但凡去保这个教授 反手这边皮皮把你给抬了 更难受 这这击球手是这局的一个真胜点 好 现在这个时候可以保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教授非常的惨 那这个时候呢 继续手就不会成为一个攻击目标了 帮帮不会去管这个继续手的 刚才这边的话可能会管你 因为两人都是满血嘛 我万一炸到一下继续手 我反手抬这个继续手也是可以的 闪现过来 交临时 交临时炸弹 一波 来继续手 一棒子打下来 教授这边还有壳 这刀出不了 这一棒子太伤了 这一棒子伤筋动骨 这一棒子是四人开门战的一棒 皮皮这边没想到吗 其实这波应该稍微防一防吧 因为这棒子 但凡打下来 教授一顶壳 你这边打不了他 要炸两炸 又要很久 这边炸到一下机球手 外面油拆和佣兵 应该都在修第二台机子了 机球手这边还在保 教授这边拉开 这教授新的一轮飞轮 估计都快好了 难了 这机球手 吃一刀以后拉开 如果说去抓教授呢 机球手可能回来 把这个球捡一捡什么的 待会再来打 或者说也不用打了 我觉得佣兵 过来救一波人 不吃双岛 好像密码机就够了 第二波就是一个 四人开门站的救人了 压击救人嘛 因为这边 油拆的机子能量 佣兵的机子差不多也够了 差就差 机球手这边这台遗产机 机球手外面存起一台 邦邦邦要一颗遥控雷 天外飞仙 把这边的机球手给炸了才行 但我觉得机球手 应该不会给这个机会 天外飞仙来 没爆 那就是这边用炸弹来封机子 佣兵一个护臂跳过来 皮皮唯一手机会 炸家震射 没有 没有 佣兵出双岛 佣兵出双岛 邮差这边现在是个活口 邮差这边是个活口 邮差可以过来 这边机球手似乎还想打 两个人交流一下 这边 反正你没有遥控雷 你没有遥控雷 你有遥控雷我不怕 我可能要倒 你没有遥控雷 我不会倒 我 绑一 人黄 走位 走 那这波打完 是把佣兵摸起来 佣兵再来救一波 邮差这边 抢鸡子一半的鸡子 依然是个私人开门战 为什么呢 这机球手带我还能教自己呢 皮皮这边的话 应该来不及去挂这个机球手 佣兵这边赶过来了 他只能被迫做防守 你怎么不可能去挂这个机球手吧 这机球手挂不了吧 这机球手 放在这边 来 拦 压满 就 佣兵手里有护臂的 拦不太住 一个护臂跳过来 救得下来吗 机场还不够 救下来了 哇 救下来了 机球手又教自己 这边再扛 机球手挡 一棒子 再点亮 卡你这一刀空灰的时间 这个亮机子 这个亮机子应该是佣兵在那边给这个邮差报 他空灰了 赶紧亮 这就是国服最高分段的对抗 现在秒 这个教授需要一刀实体刀 教授这边有壳 你闪现交了呢 有可能一刀把我秒了 但你闪现交了你就留不住另外的人 你炸 你慢慢炸好了 你交闪现 你就留不住那边的人了 真好 6B去哪个队 6B没有打呀 6B打清训 那可就好看